這個12258是一個本地個案 他是一個48歲的男士 和家人主要是太太和女兒 住在金斯花園一期在大圍的金輝角 小朋友5歲 他之前也打了兩針的疫苗 最後一針也在7月底打 他在香港國際機場超級1號貨站上班 主要是一個貨站的服務員 回到夜班 工作主要是負責社貨 檢查貨 大部份時間都在機底工作 偶爾都會去貨機上 負責社貨的工作 貨機都會在不同的地方 包括美國、歐洲、亞洲和中東各地 他因為有機會接觸外來的貨品 所以都有接受定期的每個星期的檢測 那次就是檢查到陽性的 所以昨晚也是一個確診個案 帶有L452R 他第一次測試的時候 10月6號 那個CT值是28至31度 10月7號的時候 入院是15至18度 可以顯示 定期的檢測 可能是測到一個比較早期的個案 他10月7號都開始有些喉嚨痛 10月6號檢測的時候 沒有病徵的 他住的地方 昨晚就做了限制及檢測的通告 大概400人住客做了測試 全部都是陰性 這個病例暫時都找不到源頭 那他小朋友就在東華三院 馬塵景下幼稚園上學 那間學校就暫時要停課 因為小朋友當時 他就有些病徵 那小朋友的同學仔也有些病徵 那當時我們都很擔心 就說是否已經傳播了去社區 那幸好他們入院之後 接受測試都在陰性 接受測試都在陰性 請問戴誰 這邊請問 drew 提搭 摩訶 大家 請問戴誰